大家七手八脚模拟在灾区搭建组合屋 慈济 旧匠防救灾科学营在慈济三峡园区展开 86位18到35岁的学员从组合屋到太阳能板 透过实际动手做体验科技与资讯在灾区的重要性 在绿能组今年女生特别多 虽然架设灯架和充电设备都是粗重工作 但是难不倒个头娇小的张佑芳 装一个灯还蛮多步骤的 不是像在家里一打开开关按钮就有灯 在灾难现场当先锋 要填饱灾民的肚子也有大学问 其实就是要组一百多个人的量 就是跟我们以前在家里 自己组给自己家人吃 其实就是有点差距 活动期间更与正在缅甸协助道种发放的志工连线 听取珍贵的第一手现场经验 慈济基金会在2017年推出 放大视野想象未来计划 今年营队迈入第三届 期待凝聚网络世代对灾害的认知与共识 加入改变的行动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沈玉莲谢荣祥台北报道